一邊防疫在家上班 一邊還要帶小孩的父母們 辛苦了 準備敬禮們 大家好 我是老周 團員跑步那個 自從開始接觸更多跑鞋以後 心裡面就一直在盤算著 要是有一天能夠買到市場上 各品牌至少一雙的支撐穩定型鞋款 然後來一個全員大亂鬥 應該是一件蠻有趣的事情 但是其實做支撐穩定型鞋款裡面 有一點吃力不討好 因為除了KANO以外 其他的影片感覺都是取高和寡 而且路跑鞋除了比賽鞋之外 單價次高的就是支撐穩定型鞋款 但是想想既然自己有興趣 那應該也會有其他人跟我一樣有興趣 所以心裡面就想著還是做吧 但是或許這樣的全員集合影片 我有可能只有辦法做這麼一次 這也是我今年上半年給自己 訂的一個影片的目標 也算是留一個紀錄 那為什麼這些鞋子裡面 沒有Nike以及Adidas的品牌呢 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們並沒有出支撐穩定型鞋款 至少在台灣呢我是買不到的 但是千萬不要跟我說什麼 Nike Infinity RunFly內 它是一個支撐穩定型鞋款 身為一位超過45年的扁平族路人 以及一二代都擁有的使用者 我可以直接跟你說 假的 假的 我還沒有一次講過六雙鞋子 所以其實老實說 我也不太知道要該怎麼做這個影片比較好 畢竟我也沒有能力做一支超過15到20分鐘的影片 然後從頭到尾都很精彩 沒有冷場 但是我又不想把影片弄得有臭又長 所以我大概就是盡可能的濃縮 我對每雙鞋 以及我在擁有他們一段時間之後的一些想法 希望給有興趣的朋友 在相對比較短的影片時間內 可以一口氣對這六雙跑鞋有個概略的印象 有些鞋快要推出新一代了 所以這一代呢正是在折扣 或是即將推出更好折扣的時候 或許可以提供給即將購買其中任何一雙跑鞋的朋友的一個參考 當然也可以把這支影片當作懶人包來看 如果想要知道個別鞋款更詳細的內容 我會把之前的影片連結都放在下方的說明欄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點開來看一下 然後如果我有什麼遺漏或是沒講到的 也歡迎你在下方的留言處留言 我們在一起討論 其實我常發現在留言區都會有蠻多朋友分享他們使用各跑鞋的經驗 這些無私的分享都是非常值得參考的資訊 而且很多切入點都是我之前沒有想到的 在這邊也很謝謝那些願意驚豔分享的朋友 因為我在影片講述的畢竟還是我個人的想法 這時多了其他不同角度的見解 也可以讓每一雙跑鞋的優點也好缺點也好 更清楚的讓每一位有興趣的朋友看見 其實這六雙支撐穩定型鞋款呢 我至少都有在兩支不同的影片裡面提出我心中對他們的感想 所以這支影片的切入角度會比較偏向於每雙鞋在各方面的綜合表現 以及我認為最適合的使用或者是訓練的場合 然後最後是如果只能買一雙的話呢 我會推薦給朋友的選擇 然後呢我自己心中的選擇 最後呢是一個外卡的推薦 假設是SXGEL CARON27頂規華麗坦克鞋中也是頗有份量 但是從用料到質感耐用及耐磨度都算得上是一流 如果天平的兩端分別是舒適度及穩定度 那 CARON27呢絕對是這幾雙鞋裡面呢平衡度達到最好的一雙 弱點的部分透氣度一般 跑步時的腳感呢很普通 第二雙New Balance Fuel Cell Prison 這一雙呢居然看不出來是支撐穩定型鞋款 輕量化的設定呢是這六雙鞋裡面的最輕的一雙 腳感很棒提速快 而且速度帶起來之後呢再維持前進動能的表現呢很好 也應該是這六雙鞋裡頭呢最有跑格的兩雙鞋的其中一雙 定價也是最親民的 弱點的話支撐度是最低的 但是這一點有可能對一些朋友來說呢反而是優點 美金龍Mizno Wave Inspire 17日系兩大品牌之一的美金龍 這雙應該是六雙鞋裡最耐磨的支撐腳感也最強的 跑起來有Wave家族的特性 啪啪啪的步伐聲頗大 長跟差是六雙鞋裡最大的12mm 這大概也是我比較少穿這雙鞋跑步的理由之一 但如果要說推扁平足低足弓日常使用的走路鞋的話呢 這雙鞋應該是我心目中的第一 支撐度非常的好 再加上有去年美金龍所推出的最新緩震材質Mizno Energy 踩下去的腳感Q軟Q軟 支撐與緩震都兼顧到 弱點的部分就是掌根差過大 鞋帶太差 再下來是Sketchers的Go Run 4x4 在六雙鞋裡面 這一雙應該是除了Feel Self Prison之外呢 最有跑格的一雙鞋 支撐度不錯 最重要的是它應該是市場上唯一一個有 超臨界流體發泡製成中底的支撐穩定型跑鞋 鞋重也不錯 Mipful Strike的科技呢 有種讓人不曉得該用什麼文字形容的好 速度呢是六雙鞋裡面最好戴的 也是速度表現上最好的一雙鞋 但如果是配速較慢的訓練 約莫是低於七分數的配速的慢跑的話呢 可能就穿不出這雙鞋的強項 甚至會覺得這雙鞋跑起來有點笨笨的 弱點方面呢很明顯外觀設計拖累了整雙鞋 再下來是HOKA One One的RI5 那如果包含恢復拖鞋的話呢 這一雙RI5 是我在這兩年內所購買的第五雙HOKA的跑鞋 但對我來說呢 它卻是跑起來最沒有感覺的HOKA鞋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其實HOKA的跑鞋通常都是對扁平足低足弓很友善的 像我的第一雙HOKA Clifton 6 以及隨後馬上入手的Rimcon一代 足弓部位寬廣的設定 以及對於整個腳掌的穩定能力呢 讓我完全不會有穿其他品牌非支撐穩定鞋款時 容易會有掙扎的感覺 RI5算是在跑桿以及支撐度上呢 做出一個還蠻不錯的平衡 雖然推進體感及回攤表現不及其他HOKA跑鞋 但我還是蠻喜歡它的 不管你當天的身體狀況是疲倦的還是充滿精力 這雙鞋是你不用多想都可以陪你完成 由快到慢的各項訓練 弱點方面呢 鞋面整體的包覆性較弱 綁鞋帶上呢 需要多琢磨幾次之後呢 才能找到適合的送緊度 最後一雙是Brooks Glasserine GTS 19 那如果你是有在跑步的朋友 我覺得只要穿著它去跑過步 你很難會討厭這雙鞋 你甚至會喜歡上它 因為它在各方面的表現實在太優秀了 鞋面包覆的舒適度 整體的穩定表現 外觀設計及質感 甚至是腳感以及跑起來的回饋體感 各方面的平均分數應該是最好的 就連雨天穿著它出去跑 路面的水呢 也不會被甩上來到鞋面 這麼棒的鞋子呢 卻有一個致命的缺點 那就是它在台灣的售價 太貴 貴到讓人生氣 好啦 是貴到讓我生氣 再來呢如果以支撐力來做排名呢 第一名呢絕對是 Inspire 17 那23名間的差距呢非常的小 我覺得呢這三雙鞋的支撐度呢 都在同一個等級上 但硬要排名的話呢 234分別是 KANO 27 RI Hi5 以及GORUN FORZA 4 第五則是 Brooks的Glassarine GTH-19 那最後呢則是 New Balance的Fuelsail Prison 不過這邊要再提醒一次喔 支撐度的強或弱呢 並不代表一雙鞋的好禍害 而是取決於個人的需求 如果這裡面真的要挑一雙鞋 來推薦給朋友呢 我會推薦KANO 27 那它是很難用的鞋 但是KANO 28呢 也快要上市了 所以27呢應該是會有不錯的折扣 想入手的朋友呢可以開始考慮了 那為什麼推薦給朋友會選擇KANO 27呢 因為我覺得它是這幾雙鞋子裡面呢 容錯度最高的一雙跑鞋 其實說穿了就是最不容易出錯的鞋款 那顏色選擇也超多 耐用度一流 整體的綜合分數最高 那我自己心中原本最喜歡的呢 是Sketchers的GORUN Forza 4 但是前一陣子呢 被Brooks的Glassarine GTH-19呢給取代了 但是為什麼我會把甘油GTS-19 留給自己而不推薦給朋友呢 理由很簡單 因為售價太高 雖然腳桿機舒適度的表現很棒 但是定價過高 就算有給折扣呢也不會給的太好 雖然是雙好鞋 但整體的考量之下呢 它並不是那麼的值得 外卡的話呢 我本來也是想推Sketchers的GORUN Forza 4 但是我覺得New Balance的Fuse of Prism 應該是更適合的選擇 合理的價格 輕量化的鞋體 非常不錯的腳感 透氣度的表現呢也很好 雖然炫頭這邊的logo呢 會有剝落的問題呢 但無損於使用 所以說如果有遺珠之憾的話呢 那Sketchers的GORUN Forza 4呢 絕對是第一名 如果你是一般足弓 沒有內宣過度 也沒有支撐穩定的需求 但是想試試這類的跑鞋 來幫助你在落地時的步伐 那我會推薦你New Balance的Fuse of Prism 以及Brooks的Glassering GTS19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最不專業的 六雙支撐穩定型路跑鞋的 全圓集合懶人包 很感謝你收看到這邊 有任何的問題及建議 也麻煩在下方留言處留言 我們一起討論 我是老周 台灣跑步那個 我們下次見